在2012榮耀盼望的Planet X的主日訊息裡面 尤華牧師曾經分享 現今地球的地貌並非一些相信進化論的科學家所言 是由經過幾百萬年甚至是上億年的時間而形成的 其實是由於Planet X每一次經過地球的時候 令地球產生地續轉移的現象 地球因為Planet X的強大磁場所吸引 地球的自轉突然停止並轉向 令地殼板塊向一個方向擠壓 於是地圖上所見地球的各座大型山脈就薩拉間形成 例如北美洲的洛基山脈 南美洲的安迪斯山脈 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喜馬拉雅山山脈 以及歐洲的阿爾卑斯山山脈等 都是由此而形成 而這些山脈的形成正好記載了 因為地續轉移所產生 現今地球地貌最佳的證據 並非迷信進化論的學者所說 經過幾百萬年甚至上億年的時間而形成 而這些山脈的出現 令到一些本來在海邊的平地城市 一瞬間上升到幾千米的高空 從而產生所謂不解之謎的高山 和高原上的古城市遺跡 例如位於南美洲玻利維亞和秘魯的交界處 海拔四千米左右 高原上的帝亞雅納科為止 還有秘魯印加文明 在海拔二千三百五十至二千四百三十米山脊上的 馬丘比丘為止 這些都是因地球自轉停止時 所出現的板塊擠壓 被推上數千米的高峰上 而且同樣的原理也形成 世上許多位於高山和高原上的湖泊 例如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泊 位於秘魯和玻利維亞交界的安帝斯山脈上 海拔高三千八百一十二米的滴滴客客戶 也有位於中國西藏中部 海拔四千七百一十八米的立木錯戶 還有中國天山山脈主峰上 海拔一千九百二十八米的天池 都明顯地是因地球轉移所形成 而加拿大地質學家 哈佛大學教授雷金納德 曾經研究過世上無數的沿岸地區 發現海洋的海平線在三千五百年前 曾經一剎那下降了十六至二十英尺 而原因是突發性的海藏下降或陸地高升 再者 經加拿大權威地質學家 威廉·阿格紐約翰斯頓的研究發現 今天的尼加拉瓜大瀑布 是出現不過於四千年前 而他也發現加拿大的紅河三角洲 是由三千六百年前左右 至開始形成 美國地質學家 克盧德·琴斯 研究有關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五湖區 發現 五大湖的年齡只有大約三千五百年 也發現俄勒江州位於海拔一千二百九十八米的 阿博特湖 位於海拔一千二百八十九米的 夏季湖 並加州位於海拔一千零八十四米 已經乾固的歐盟湖 都是只有大約三千五百年的歷史 明顯地 地球現今的面貌 並非如迷信進化論的科學家所言 是經過數百萬 甚至數億年的時間所演變而成 相反地 是因每三千六百年左右 來臨太陽系一次的Planet X 導致地球出現地續轉移 地震 海嘯 洪水 氣候突變 甚至劇烈的地學活動 令海藏下沉 或者地學板塊 一瞬間上升數以千米 因而形成大山盟 或高原湖泊